《地藏经》里面告诉我们 人在黎明中时 这个亡人告诉他旁边 家庆眷属说 我看到某人来了 他站在门口 所说的全是他所认识的亲朋好友 家庆眷属过去的 新阉王的都看到了 是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地藏菩萨告诉我 是他的孕亲债主 变换他的家庆眷属来诱导他 来带他走 不是真的 带他走了 他跟他算账的 来赎命的 来讨债的 佛在经上 要不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会知道 但是这些事情 我们看到很多 是真的 王者在这个时候 应该是 临终 两三天 这种境界就出现了 出现这个境界 顶多两天 他就走了 地藏经上 说的很清楚 那就是母 他在等你了 如果是念佛的人 临终的时候 风光 主照 这母都没有了 都远离了 摩知不知道 知道 他见到 佛来接引 这些冤情债主 不但不找麻烦 他找不到麻烦 他也欢喜赞叹 他也希望 你成佛之后 可以度他 那么这样证明 只要是往生的人 佛一定来接引他